我們回到盤中進一步的觀察方向 我們要趕快來請教現場的資深分析師孫怡婷 坦克好 明日晚安 大家好安 坦克其實今天盤中很多人都在討論 這個禮拜報價上漲題材相關的最新訊息 先來看一下我幫大家彙整 除了剛剛講到的EG的報價持續在上漲之外 我今天在大陸的產業網站也發現到 上游還養數值在缺貨 所以PCB的報價可能也是一漲難跌 再來就是MLCC現在也傳出 缺貨是比想像中還要嚴重非常非常多倍 這是中國大陸的國際電子商情網 今天的一個最新資訊 這裡面有一些訊息我覺得蠻值得來做討論的 包含了村田 現在客戶趕快跟他鎖定明年的出貨配額 村田明年給OPPO跟VIVO 還有經歷80%的MLCC被動元件的配額 其他廠商要搶恐怕還搶不到 剩下兩成可能就是留給蘋果了 國際竟然還傳出要用競標拍賣的方式 供應客戶它的被動元件產品 東西可以這樣賣不是定價多少就給多少 而是你是用競標拍賣的方式價高則得嗎 這個我是覺得蠻離譜的 風華高科昨天股價大漲 因為他已經宣告了價格將會持續在高位波動 而且缺貨會一路延續到2020年 達方國內的廠商他也說現在的交貨期間已經拉長三個月到半年才能夠交貨 比想像中缺的還要更加的嚴重 那到底為什麼會到年底還一路的缺呢 我記得今年很多的大廠都說 他們要積極的擴產 為什麼產能還是供應不足呢 主要是因為今年包含了物聯網 包含了車用電子 還有大陸的廠商轉型來做高端手機 這在在都提高了對被動元件的需求 還有今年的新iphone採用超常規MLCC 跟村田簽了長約 所以吃掉了市場上一部分的供給 日本的龍頭廠商TDK也在轉型 他在去年下半年就退出了中低端MLCC的市場了 使得台灣做中低端MLCC的像是國聚 像是華新科 股價在今天都還持續在創新高 三星去年也為了加強品質管理 所以他們不再走價格戰 不再走低價的策略了 MLCC漲個不停 大陸廠商在今年也發出了很多的漲價函 股價也跟進上漲 我們來看 三環集團是MLCC做上游材料 陶瓷原件基礎材料商 其實昨天它的股價是大漲的 今年以來已經大漲了三成左右 但是由10月份到11月出現了高檔拉回整理 只有近期因為市場消息又有一些蠢豆 所以最近包含了三環 包含了大陸最大的被動原件廠風華高科 到了11月股價都開始向上來進行反彈 風華高今年也已經漲了25%了 昨天露股在跌 可是這兩檔被動原件的指標廠 股價都是逆勢的在做上漲 台灣的被動原件族群 今天也持續的在做輪動 我們來看一下台灣被動原件廠商 前三季到底有多賺 國際當然是龍頭指標 前三季是大賺了 如果我們以減資來算 大賺了10.39元 華新科也賺了3.51塊 何生堂今天又在供了 前三季是賺了3.17塊 有好幾家今年都有減資過 可是經過這一波的一個上漲 他們的本益比大概平均 都來到22倍24倍 甚至是何生堂的30倍 今年的漲幅有很多 你看像是華新科跟國際 都是漲倍股都漲了1倍以上 甚至漲快要有5倍左右 當然從這張表還是可以看到 被動原件族群 漲的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像是辛勤做保護原件的 像是麒麗星 可是今年漲幅都已經逼近 有5成左右了 今天國際還有華新科 股價還在創高 繼續的高高掛在天上 這種高檔的個股 對於其他的一些二線廠商 當然會有一個帶動的效果 但是如果廠商已經這麼有信心說 一路的缺到2020年 我們現在去追被動原件的指標 現在到底還有多大的空間可圖 對 我們看到 其實最近被動原件算是非常的強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強 其實剛剛明樂已經點出一個重點 在一開始的時候 跟明樂提出 就是在三星 就是韓國的三星電機 它退出了中低階的市場 然後我們看到 日本的不管是TDK 或者不管是春田 其實他們都往中高階做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來看 其實這是一個台灣產業的 一個共同現象 什麼現象 空窗期搶商機 台灣廠商最擅長 什麼意思 就是說 為什麼台灣廠商會在這個 供需缺口裡面拿到好處 因為日本廠商 韓國廠商 歐美廠商 他們往的是更高階去發展 然後中階低階的 忽然之間沒有人做了 然後留下來的廠商 剛好就台灣業者 就受惠 對 這裡面像誰 像面板 三星拿去做M-OLED 做M-OLED之後 留下來的面板就被 齊美 就被群創跟友達吃到 NORFresh也是一樣 人家往高階的車用發展 MOSFET也是一樣的邏輯 他們往更高階的公規 還有精密度提高的發展 所以像被動元件 其實也是在這個邏輯裡面 所架構而成的一種 漲價的一個需求 缺貨的商機 但是我們往下看 這波被動元件 其實我們從股價來看最直接 市場買不買單這個題材 雖然是空窗期 可是我們回來看 市場明顯是買單的 為什麼 因為國劇創波段高 華興科創波段高 核生堂過高之後再震盪整理 剛剛明樂提到了 風華高科的部分 也是最近相當高姿態 因為陸股最近在回 回了之後風華高還高姿態 為什麼 就是一個漲價的效應 先前我們來往下看 先前為什麼會這樣子 剛剛明樂眼睛點出非常多 我只要提醒大家 我們往下看 其實今年國劇已經連續 四次的一個漲價 為什麼可以漲價 原因非常多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其實重點是建構在於 擴廠速度來不及 因為我們看 其實帶動漲價之後 連通路商 就是他沒有自己做 他只是代理 在韓國剛明樂提到 三星電機的代理商 也是漲翻了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跟被動元件相關的 不管是代理商 或是本身生產的業者 在這個波段 都實現一個過高 而且不要忘記 最近大盤在震盪的時候 他在這兩天過高 更珍貴 更有意義 為什麼 因為表示市場上的雜音 似乎消失了 籌碼很穩定 對 因為先前表示 先前賣掉的人 看起來不對勁 可能有追回來的現象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市場的資金 又往這邊做移動 所以我們往下看 被動元件大漲之後 我們要來看原因 剛剛其實講很多 其實今年重點是在於 有人要擴廠 因為商機都來了 真的要擴廠 雖然說日本 韓國 跟歐美的廠商 他們往高階發展 但是大陸廠商要擴廠 台灣業者要擴廠 還有日本廠商 部分也要擴廠 但是我們來看 原本擴廠 都是在明年會出來 但是大家想一想 沒有那麼快 為什麼 第一個 國劇說明年第一季 開始陸陸續推出產出 然後豐華高科 原本大家最擔心他 因為大陸最大 這種擴廠起來都是 其他人哀鴻遍野的 也到明年下半年 才能看到陸陸續續的產出 因為像太陽幼電 日本的也是一樣 2019年的3月才會有產出 為什麼看到這個商機這麼好 有一個缺口 但擴廠會擴得這麼慢 大家觀察為什麼 我們跟大家報告 我們往下看 因為這有一個答案出來 因為什麼 設備交期太慢 你要擴廠不是只有出嘴巴 你要找場地找土地 要買設備 不能缺水缺電 這前提之下 你要去買設備 現在因為MLCC的機械設備 交期原本是3到6個月 就是半年或一季 就可以給你設備 現在沒有 現在要多久 8個月到12個月 就是說你要拿到這個機台 都要排隊 你土地準備好了之後 要等一年才拿得到 所以你看上面講 太陽幼電原本 其實明年就要擴廠了 它原本明年就要擴廠 但是2019年才能投入量產 後年了 對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設備交期至少一年 就是延長到12個月 讓它很可惜 就是你原本都準備要擴廠 說明年商機這麼旺 這個缺口就交給我來補了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想要補 但是機台不給你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要看 被動元件的商機之前 要先往機台作為給移動 像台灣的話 像6207的雷科 被動元件的設備 我們就可以觀察 為什麼 它製作這種 被動元件相關的應用設備跟材料 因為每一個被動元件 都需要有一個封裝材料 這裡的話 我們來看主要客戶群就好了 它的捲線材料的客戶群是誰 國具 華星科 達方 麒麗芯 豐華高科 我們再看它的設備的主要客戶是誰 國具 麒麗芯 華星科 豐華高科 都是明年要擴產的 好巧 這都是明年要擴產的 對我們剛剛討論的這些廠商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觀察到 雷科設備廠的業者 前瞻GPS2.19元 可以觀察什麼地方 這兩天不是大盤外資大賣兩天嗎 可是你看 外資這兩天是逆勢買超的 就是說外資在賣大盤的時候 它反而針對雷科這種 中小型的這種設備股 是呈現一個逆勢買超的格局 所以這裡是不是有機會 在被動元件缺口持續 漲價效應持續之下 由設備股先行 這後續可以做進一步的觀察 好 非常謝謝坦克在今天 午盤前特別幫大家針對了 今天來自於中國大陸 被動元件明年會缺得更嚴重 相關訊息一個整理跟掌握了 現在不只大家都要來擴產 搶這高報價的商機 連設備你都要排隊 才能夠買得到了